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纽森州长宣布在旧金山加大联合执法 新建住房立法获得旧金山规划委员会批准 最高法院推翻学贷减免计划 拜登回应称斗争还没有结束 联储最青睐通胀指标降至两年来最低 在岸人民币对美元收报7.2620跌197点 李家超说香港已经全面复偿 为应对俄罗斯有意在白俄部署核武器 波兰要求境内也部署核武器 拉夫罗夫说俄罗斯没有义务 就叛乱问题向任何人做解释 下面请听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 首先来关注湾区新闻 本台记者陈永清 6月30号旧金山报道 作为于旧金山市联合公共安全伙伴关系的一部分 加州州长纽森29号宣布 他正在指导加州公路巡警扩大部署 并授权加州公路巡警与执法伙伴进行有针对性的打击犯罪 并进一步打击困扰旧金山的芬泰尼危机 除了分配给该市这项行动的军警人员人数增加一倍外 州长还授权加州公路巡警与当地执法伙伴合作 在该市的关键犯罪热点进行有针对性的打击犯罪 自2023年5月1号联合公共安全行动开始以来 加州公路巡警已经击货8.1公斤芬泰尼 并在田德龙和周边地区逮捕了115起重罪和轻罪 本台记者陈永青6月30号旧金山报道 旧金山规划委员会批准了市长布里德和市议员 英加利和麦德成提出的立法 将消除障碍以便更容易更快地批准新住房 这项立法修订了规划法 以消除不必要的程序和听证会 消除某些要求和地理限制 并扩大符合该市现有分区法的新住房计划 通过缩短批准时间表和为许可证批准 创造更大的确定性 这项立法将通过限制与城市自己的批准过程相关的成本 来帮助扫清新住房建设的道路 继续来关注美国新闻 最高法院周五推翻了拜登政府的学生贷款债务减免计划 这让数千万人失去了消除高达两万元债务的机会 大法官们以6比3的意见分歧 在两起案件的其中一起中裁定 该计划是非法行使总统权利 因为未经国会明确批准 首席大法官罗伯茨表示 最高法院的先例要求在内阁部长单方面改变 美国经济广泛领域之前 国会必须明确表态 在学贷减免计划去年被下级法院叫停后 政府关闭了申请程序 但延长了学贷暂缓令 偿还程序将于8月底重新开始 尽管第一笔付款的截止期为10月 白宫周五表示 在最高法院推翻拜登总统以为数以百万计的美国人 免除每人最多2万元学生贷款债务的标志性计划后 拜登总统即将宣布保护学生贷款借款人的新行动 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白宫官员表示 尽管白宫强烈反对最高法院的判决 但我们已经为这种情况做好了准备 学生贷款权益倡导者敦促拜登在最高法院做出裁决后 立即采取行动 在最高法院否决了大学招生中 实施了近半个世纪的平权行动后 拜登周四在推特上表示 不会让该裁决成为最后的定论 拜登承诺将为学院和大学提出新标准 在选择合格的申请者时将逆境考虑在内 联邦政府还将向学院和大学明确表明 哪些支持学生群体多样性的大学招生实践和计划 仍然是合法的 此外白宫还拟召开全国教育机遇峰会 并发布一份关于增加高效多样性和教育机会的策略报告 包括有意义的考虑逆境的方法 联储会最青睐的通胀指标五月份有所降温 消费者支出停滞不前 表明美国经济的主要引擎正开始失去一些动力 商务部周五公布的数据显示 五月份个人消费支出价格指数PCE 环比上涨0.1% 同比上涨3.8% 后者为两年多来的最低水平 不包括食品和能源 核心个人消费支出于2022年5月相较 上涨了4.6% 显示物价压力上升的缓解程度有限 经济学家认为这是衡量潜在通胀的更好指标 6月30号 苹果公司的市值达到3万亿美元 成为第一家两度触及该里程碑的上市公司 当天苹果的股价上涨了1.6% 达到193.15美元的新高点 最后收在193.97美元 上涨了4.38美元 涨幅为2.31% 盘中一度涨到194.48美元 截止当天 今年的苹果股价已经上涨约46% 该公司的市值约为3.02万亿美元 分析师表示 苹果正在通过不断吞并安卓手机的市场份额 来实现来应对宏观经济放缓和消费者支出 面与的通胀压力 欢迎继续关注新闻快车道 我是主持人萧芳 下面了解中国新闻 人民币对美元再按价30号收市 报7.262元对1美元 较前一个交易日下跌197点 刷新近8个月来的新低 中间价也创超过7个半月的低位 交易员说 美国联储局继续加息 而未来减息预期不断修正 人民币若未有实质利好消息 将难以摆脱弱实 中国外汇交易中心30号发出通知 从下周一7月3号起 终止挂钩美元伦敦银行 同业拆借利率相关产品交易 调整后相关产品挂钩的 美元浮动利率基准 包括美元担保隔夜融资利率 及境内美元同业拆放参考利率 交易双方可通过外汇交易系统 对挂钩LIBOR的存续交易 进行基准利率转换 通知还规定7月3号起 调整相关产品公开报价品种 货币调期及外币利率互换的 公开报价品种 从挂钩美元伦敦银行同业拆借利率 调整为挂钩美元担保隔夜融资利率 同时调整货币调期基准曲线类型 香港特区政府30号就美国国会参议院部分议员 近日就香港回归中国26周年 和香港国安法实施三周年发表声明 以及英国国会下议院就香港国安法 实施三周年进行辩论 肆意诋毁和抹黑一国两制在港实践 及香港国安法落实情况 表达强烈不满和坚决反对 香港政府发言人表示 美国和英国政客肆意以政治凌驾法治 妄图以政治卑劣伎量干预香港依法施政 破坏香港法治和社会繁荣稳定 只是自暴其短理屈辞穷 注定以失败告终 中国政府驻港国安公署发言人 三十二说香港国安法颁布实施以来 推动香港实现由乱到治 并走向由治及新 发言人说 有了香港国安法 社会秩序得到恢复 法治得到捍卫 正义得到伸张 普通法治律得到保持 香港居民依法享有的各项权力自由 在安全的环境中得到更好保障 市民的国家安全意识和维护国家安全共识不断提升 国安家好的观念深入人心 香港行政长官李佳超 三十二在港区复联代表联谊会 庆祝香港回归26周年活动的致辞时表示 香港已经全面赴场 全面与内地和世界通关接轨 要把握好香港在一国两制下 背靠祖国联通世界的独特优势 全面对接国家发展战略 在构建国家更广阔的对外开放新格局中 贡献更重要的力量 中国外交部三少表示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于7月4号 以视频方式出席上海合作组织峰会 并发表讲话 印度作为今年上河组织成员国 元首理事会峰会的主席国 今年5月宣布将以线上行事举办次次峰会 欧盟国防部长和外交部长 今年在印度出席了面对面会议 据中国官媒报道 中国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 中央外办主任王毅 30日在北京会见来华出席第三届 中非经贸博览会的马达加斯加外长希拉 王毅说中方愿同马方共同维护 不干涉内政的国际关系基本准则 维护发展中国家的正当权益 促进国际秩序更加公正合理 实现国际关系民主化 希拉表示 马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 支持中方在涉台涉港涉藏涉疆等问题上的立场 反对将人权问题政治化 中国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 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 30日在北京会见俄罗斯副总理兼工业和贸易部部长 曼图罗夫 张国清表示 中方愿同俄方一道 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指引 发挥政府间合作机制作用 推动工业合作提制升级 助力两国各自发展振兴 曼图罗夫表示 俄方愿与中方共同努力 发展积极的高瞻远瞩的俄中工业合作关系 美国30日对中国新的反间谍法发出警告 称在华的美国和其他外国公司 可能因正常商业活动而面临中国政府的处罚 中国新的反间谍法将于7月1日生效 该法律禁止传播任何与国家安全有关的信息 并扩大了间谍的定义 美国国家反情报与安全中心认为 该法律的模糊性意味着 任何文件、数据、材料或物品 都可能被视为与中国国家安全相关 这也让记者、学者和研究人员面临风险 美国国务院30日更新了对中国的旅行警告 警告美国人重新考虑前往中国旅行 中国的协程集团30日宣布将从7月1日起向员工 每生育一个孩子支付5万元人民币和6898美元的奖励 这是中国大型私营企业首次采取此类措施来鼓励生育 并响应国家与人口老龄化做斗争的号召 协程是全球最大的在线旅行社之一 拥有4亿用户 协程表示将为其全球员工每生育一个孩子 在5年内每年支付1万元人民币的父母现金补贴 该公司表示该计划将耗资约10亿元人民币 下面继续来关注国际新闻 据欧洲真理报30号报道 波兰总理莫拉维茨基在布鲁塞尔出席为期两天的欧盟峰会时表示 华沙正在积极寻求加入核共享计划 莫拉维茨基三少表示 鉴于俄罗斯有意在白俄罗斯部署战术核武器 波兰愿意加入北约格加的核交换计划 波兰希望在波兰领土上部署核武器以应对 核共享是北约核威慑政策的一部分 该政策允许没有核武器的成员国参与北约使用核武器的规则 这些武器由特定国家部署 但仍处于美国的控制之下 自2009年11月以来 美国在核共享计划下 已将核武器部署到比利时 德国 意大利和荷兰 据另据消息 5月25号 俄罗斯和白俄罗斯国防部长签署了 关于在白俄罗斯境内 部署俄罗斯战术核武器的文件 今年6月16号 俄罗斯总统普京宣布 第一批俄罗斯战术核弹头 已经运抵白俄罗斯 最终转移将于今年年底完成 在俄罗斯雇佣军领导人普里格金 率部队抵达白俄罗斯后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30号 命令高级军事指挥官 加强乌克兰北部军事部门 瓦格纳兵变闹拒后 军事观察警告 瓦格纳到白俄罗斯组建新军 从白俄罗斯获得武器装备 对乌克兰北部开辟战场 发动打击 本台消息 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 30号召开记者会 就俄国内外热点事件 发表看法 他称 俄罗斯没有义务向任何人 就瓦格纳事件 及其可能对俄产生的影响 做任何解释 拉夫罗夫还称 瓦格纳集团创始人 普里格金为发动叛乱 采取行动 俄将能应对此次行动 产生的影响 他还称 俄在经历这种困境后 会变得更强大 在国际社会周旋下达成的乌克兰古物 经黑海人道走廊出口的协议 即将于两周后的7月17号到期 在此之际 俄罗斯发出警告将不予以续签 俄罗斯不愿续签的原因之一是 莫斯科提出的重返国际货币支付体系 SWIFT的要求 至今尚未得到满足 欧盟目前不想就此进行讨论 俄罗斯还想恢复 其在去年6月份遭部分毁坏的 对欧洲的书记管线 但乌克兰不同意 本台综合消息 法国总统马克龙30号 再次与各部长举行危机会议 应对警方射杀青年事件后 各地持续的暴力浪潮 马克龙缩短在布鲁塞尔出席欧盟峰会的行程 赶回国处理持续的骚乱 他在危机会议后发表简短声明 形容青年死亡事件被别有用心的人利用 即工具化不可接受 马克龙说 近日局势并无合理辩解 他对暴力事件予以最坚决的谴责 他没有宣布国家进入紧急状态 但提出一系列措施 试图平息扫乱 另外法国政府禁止30号 在南部城市马赛举行公众示威 当地所有公共交通将于当晚70起暂停服务 巴黎虽然部署大批警力 但在第三晚骚乱期间 依然有商店被洗劫 有汽车被纵火 被捕者增至最少875人 内政部长达尔玛宁赞扬警方及消防 应对再次席卷全国的罕见暴力事件时 表现专业及英勇 27号17岁的飞翼青年内尔 在巴黎西郊南泰尔遇上交通检查 期间警员开枪 青年死亡 处罚骚乱 民众批评警方滥用职权 本台综合消息 法国持续骚乱 抗议警方在青年被射杀事件中滥权 法国内政部三少表示 由于担心连续第四晚发生骚乱 政府在30号晚部署4万5千名警察 维持秩序 比前一晚再增加大约5000人 内政部长达尔玛宁表示 29号晚的骚乱有超过900人被捕 平均年龄是17岁 部分只有13岁 他再次呼吁家长 不要让子女参与其中 荷兰政府30号宣布对部分半导体设备出口 实施新限制 推动了以美国为首的遏制高科技零部件 向中国供应的举措 但遭到中国的愤怒抨击 中国在30号的声明中呼吁荷兰立即纠正错误行为 并表示以国家安全名义实施的限制 实际上是贸易限制 将损害荷兰和中国企业的利益 巴西联邦选举法院经投票后30号裁定 前总统波尔索纳罗在八年内不得竞选公职 波尔索纳罗被指控在去年总统选举前 涉嫌滥用职权 错误地声称 所使用的电子选票容易受到黑客攻击和欺诈 从而破坏巴西的民主 波尔索纳罗否认有任何不当行为 并已表示计划向最高法院上诉 日本原子能规制委员会结束福岛第一核电站 核污染水排海设备的最终阶段检查验收工作 认为无特别需要指出的问题 检查结果最快在一星期后公布 日本首相岸田文雄30号做出指示 要求排放经处理核污水入海的计划 必须确保安全性 并应对形象受损等问题 另外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格罗西 下星期到访日本视察福岛核电站 预料将向日方提交机构方面 对核污水排海的综合评估报告 以上就是今天的新闻快出道节目 由肖方编辑播报 感谢收听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